鄉親啊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 我是曾妙宏展教授 無動無牌,來,電機博士,無動無牌 來來來來,今天來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式 交換什麼地式呢?是這樣 來,鄉親啊 大家都會問,台灣的軍隊擋得住中國嗎? 中國人鄉親三不五歲,學習台灣,留島不留年 真的中國人民解放金有這麼厲害嗎? 我說,中共是沒有能力武力換台的 我為什麼說中共沒有能力武力換台 我現在用我的理論依據給我們鄉親 大家好想參考一下 來 來,中共現在全國總兵力210萬 這210萬的總兵力被換在五大戰期 東、西、南、北、中五大戰期 所以說每個戰期平均分到42萬的兵力 好,我們先從五大戰期的各自目前的任務來討論 來,第一,西部戰期 西部戰期控管新疆、西藏以及印度的邊界 新疆古民西藏 他跟中國的漢民完全不同的生活語言 生活語言宗教風暑習慣完全不同 新疆他的名字叫東圖傑斯坦 他們是圖傑族的 講到圖傑族,圖傑就是西圖傑斯坦 他們是同一個民族的 中國的漢民在新疆給人設置 再教義集中營 把維吾爾人囚禁了100萬到300萬的人 讓他們的家庭流離失所 這條維吾爾人一定跟他們生效 第二,西藏 西藏古民土藩 他們以前出名在唐朝的松戰幹部 唐朝不送給他一個文臣公主 還不行 西藏 他這裡達賴喇嘛 率領了西藏的人民 現在流完到印度的達蘭沙 西藏一定沒有人還沒選擇 印度呢 現在看美中貿易戰 中國在水銷 現在印度增兵7萬人在中印邊界上 有爭議的國土上 準備問他要向中國一個輸入 好,我們來講 所以西部戰區的42萬的兵力 是無法戳掉出來的 只要一戳掉出來 現在新疆西藏印度隨時純純易東 好,我們現在看看南部戰區 南部戰區42萬兵里 現在越南跟蘇俄跟日本跟澳洲 他們在越南的那個陵海裡面 看看石影 看看石影 中國軍艦三個月要去拿 欸 越南不是那麼好摘的 所以說 中葉之間的問題 南海戰區 南海問題 我告訴你 南部戰區42萬 你也不要想要給他挑 挑到以後 不一定人都會弄進去 好 我們現在再看北部戰區 北部戰區 有42萬的兵力 但是 俄國跟蒙古 他們從7年 演習完之後 就擺了30萬的兵力在這邊 自國以來 俄國 要吃中國 像倒腳踏 像吃吃飯 很簡單 而且現在美國的國防部長 上禮拜又去訪問外蒙古 欸 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如何消滅中國 至於中部戰區 我們北部戰區 這42萬的兵力 你也不要說北朝鮮 北朝鮮 那個長白山 是白陀山 是他們朝鮮族的聖山 他們想要脫下來 北朝鮮 來 我們來看中部戰區 中部戰區 述所北京 如果俄蒙30萬大京 長期直路進入北京的話 五點鐘就夠了 會這麼多的五點鐘就夠了 所以說 槍桿是出政權 中部戰區的42萬兵 你也不能動 我們來看看 北部 西部 南部 中部 這42萬的兵力都不能動 中國 想要用東部戰區的42萬兵力 要翻頁 130公里的台灣海峽 我說給你聽 你知道嗎 世界上的兩溪登陸作戰是全世界最難度最高的作戰 全世界 為什麼要提兩溪登陸作戰 海空軍猛烈轟炸 對不起 海空軍猛烈的轟炸 那一層皮 英國人 央格魯撒克斯森林 他們有投降嗎 沒有嘛 好 所以說 一定要入京 進入對方的領土 才可能 來 我們來看洛曼帝登陸戰 洛曼帝登陸戰 蒙軍是下300萬的兵力 翻頁33公里的多活海峽 也就是喔 英國的多活到華國的加萊 英化海底隧道的起點跟終點 最短嘛 33公里 欸 現在中共東部 中共人民解放軍 他想用東部的 戰區的42萬兵力 來武力換台 翻頁130公里的 台灣海峽的最小載段 也就是福建平台到新竹的竹南 注意喔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洛曼帝登陸戰 300萬兵力 中共只有42萬的東部戰區的兵力 人家洛曼帝登陸戰 是翻頁33公里的多活海峽 中共42萬兵力 要翻頁130公里的台灣海峽 你們都在台灣喔 無國防武力喔 所以說我們再來考證一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觀念上的 得要注意 這是一個典型的陸全國家跟海全國家的作戰 全世界最強的陸軍叫做 蒙古 江義橫跨歐亞兩周 他要打日本 陸全國家 13世紀全世界最中的六軍 他要打海全國家日本 四面環海 我跟你說 陸全國家跟海全國家的作戰 那個觀念就是不一樣 來看看 十三世紀全世界最強大的陸軍蒙古帝國 歷史上聯繫性版圖最遼闊的國家 他打日本 十三世紀1274年 嚴世主忽必烈 蒙古想像的什麼 他照大小戰艦九百艘 大軍三萬人 在那邊去打日本 死了 全部 還沒到台風 死了之後 蒙古代軍忽必烈睡不著 1281年 還瞧三千五百艘的戰艦 相當於四倍 第四的四倍 還進攻九州 死了之後 所以說我們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是一個陸全國家跟海全國家的作戰 那個風格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了 我們說 蒙古大軍 當初也是 想說第一次就直接翻業 180公里的朝鮮海峽 直接過 六四 沒辦法 好 以前翻業67公里的朝鮮海峽 然後戰績了 對馬青島 再翻業了對馬海峽 50公里 再翻業了一起海峽 73公里 要一步一步撞 燒上第二天 還是吃到東西回去 所以說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陸全國家跟海全國家 這打戰是完全形式不同的 你陸全國家三個要撞海全國家 我跟你說 你只有登陸作戰 你就是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人家說 為何一直強調登陸作戰 我就說 海空軍的強烈作戰 從來沒有 在這100年的戰時 透過強烈的轟炸 陸軍沒有登陸對防的領土 從來就沒有起勝過了 我就說 二次大戰 希特勒 轟炸 倫敦 大轟炸 倫敦英國人有沒有投降 沒有 因為只有透過登陸作戰 才能夠把陸軍搬上去 敵方的領土 那陸軍搬上的領土有什麼意義 陸軍存在的意義 就是宣誓占領跟主權 那什麼叫做宣誓占領跟主權 這真的起立了 這叫做宣誓占領跟主權 天安門 六四天安門事件 三十八軍被從保定調到北京天安門 這樣寄到人就可以告 寄到人就可以告 告給你這叫做陸軍 來 鄉親看來 陸軍存在的意義是真的 這個三十八軍 裝甲坦克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時候 從保定被調到北京 寄到人就可以告 寄到人就可以告 這個意義就是什麼 好 你看 三十八軍的坦克專甲 進入北京天安門 寄到人就可以告 寄到人就可以告 這個 那這個意義就是什麼 這就是陸軍存在的意義 宣誓占領跟主權 我現在的意思 我今天說這個錄影帶的意思 我就是要跟你說 說什麼 來看好 中共 現在整個在搖八叉 搖八叉 我們台灣搖八叉 學習台灣 流島不流人 我就說 中共沒有能力武力換台 我提出這個理論一記 中共現在全國總編力兩百十萬 分別被換在 東西南北中的五大戰區 每一個戰區四十二萬人 各戰區 都有它現在無法分身的任務 西部戰區負責 指定新疆西藏以及印度邊界的 有爭議的國土 南部戰區負責南海問題 北部戰區隨時還議 俄國蒙古的三十萬大軍的長期之路 保護北京 北部戰區 中部戰區負責保衛習近平 槍桿子出政權 所以說 它用東部戰區的四十二萬的兵力 四十二萬的兵力 想要翻頁一百三十公里的台灣海峽 我就說 全世界最難打的是兩次登陸作戰 人路曼季登陸作戰 門京是三百萬兵力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作戰之間 全部凹下去 萬夜三三公里的 多海峽 在中國四十二萬的東部戰區兵力 要給它翻頁一百三十公里 聽到嗎 兵力相差七倍 而且 地理條件 海峽寬度 尾數 你要怎麼武力換台 我跟你說 看好 中國已經面臨了 東西南北中各大戰區 這換了戰爭上面的最大的機會 多方數敵 他就要死了 他就要死了 他有法徒人武力換台 聽到嗎 所以說 我跟你說 中共是沒有能力武力換台的 甚至於 美國的網路上面 就有討論過 這句中共沒有能力武力換台 是自我當情 我們鄉親如果有幸福 你去YouTube上看 中共沒有能力武力換台 用我的名字 鄭苗鴻 你看 那都幾萬人這樣看 美國那裡就有人在說 這是我先看 中共沒有能力武力換台 是我先看 我看了 現在美國 西方林看我看 對啊 他們美國人應該對我看 是我先看 國安部的經理經驗 告訴你鄉親說 我們台灣的問題 不是中共能夠解決的 台灣的最大問題 在台灣的最大問題 在島內的中共第五中隊 以前 以前 師郎 搞定台灣 師郎 對不起 師郎沒有 沒有進進台灣 師郎是 搞定了澎湖以後 在澎湖 透過第五中隊 搞定了 東檸王國 所以說 台灣被吃掉 永遠都是 內部的第五中隊在做怪 所以說 我告訴鄉親說 中共是沒有能力武力換台 以兵力調派的角度 中共沒有能力武力換台 最大的毛病 最大的毛病 在島內的第五中隊 現在國民黨 國民黨就是共產黨 現在民進黨 是真敗的國民黨 現在民進黨 現在民進黨 我都 我們大家對民進黨 割英文 這是 煩惱在背 我們拿起來 可以 結果 過去三年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嗎 哪一個總統 會讓中共的五星期 禮拜六日下午 在西門町街頭 在總統府前面這樣 用力的揮揚 哪一個總統 會讓 製造假新聞 到這種程度 所以說 英雄 這個總統就是 割英文 割英文 他是一個詐騙慣犯 35年來 拿英國倫敦大學 政經博士的 假博士文憑 給我們台灣吃信 所以說 英雄 我們 來好好看一下 中共是沒有能力武力換台的 我是用兵力調派的 中共兵力調派的角度來分析 所以說 台灣的問題 不在 中共 台灣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台灣的內部 中共 滲透進來的 第五重隊 國民黨 民進黨 他們 這些人 就是我們要 王環的 英雄 是我 曾廟宏 曾教授 電機保守 這個 甘南大家 鄉親 無東無敗 甘南大家 鄉親 交換地勢 英雄 公告家 中共沒有能力武力換台 中共 台灣最大的敵點 就在島內的 第五重隊 以上 甘南鄉親 交換地勢 OK 謝謝 再見 再見